拍马屁实际上是一个相互相辅相成的一个文化 你比如我不喜欢拍马屁吧 我还不喜欢别人给我拍 谁一拍我马上就知道 他有的不是 我见过极限拍马屁 就是这老板大 大老板在榜上啊 福布斯什么都有名的 然后他约我去 约我去呢 我去到他那个宾馆大堂等着他 是他的宾馆大堂啊 结果呢 他去健身去了 他马上给我发言 对不起我健身 马上就回来 你在大堂等我一会儿 我在大堂等了五分钟 他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穿一身运动装啊 批一大衣 一进马上一看 马老师来了 然后啪肩膀一抖 那大衣后面 啪就有人接 你怎么想起周星驰的电影 绝对比电影精彩 啪一抖 啪就有人接了 要不看后头啊 要我要抖 我得看 哥们接着呗 你家抖壁上 那么丢人吗 太自信彩排的过呀 是 这个健身 中国人都是瞎健身 瞎练 我请他 美国教练 吸一口 啪一身哈 后面的人啪就把烟拿走了 那天把我给闹的呀 我都快笑喷了 他不知道我笑什么 就是他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排练的一样 那个人就得全身贯注的排着马屁 要不然这手一弄 你得知道 好我还想吸一口 你会拿走了 那不成 他就知道 啪啪啪 拖着 全都会 然后一直 电梯都是专用的 啪大堂 电梯就空着 有一步 人全扒在那等着 进去上去了 以后上去 又喝茶干什么 所有的动作 完全是 就是严丝合缝 有节奏的 这种排马屁 整个的过程 我是很服气 我回去试了试 大一没那么容易 你这个抖大一 是用肩膀这个劲 你抖不好吧 抖不下去 你瞎晃了半天 大一还在身上 你知道吗 这种就是享受 享受 他享受这个 你说他谁关心真假 他就喜欢这个派 对 但是如果防 也不一定能防得住 刚才马老师讲的故事 其实在美食圈里面 最大的一个 腕就是圆梅了 对 写随言诗单 他去南方当官的时候 给他老师来告别 老师说 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说准备了 一百顶高帽 说这个不好吧 说现在这世道 谁不爱戴个高帽呢 说得听两句 好听的话 然后说 有几个能像老师您呢 出门的时候 跟书童说 这怎么只剩九十九顶了 你再怎么说 中年逆耳 谁听逆耳的 都不是很舒服 除非特别理智的人 那时候我们 因为作家都是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 当编剧接触都是作家 作家都是心里比较孤傲的 这正常 这正常吧 但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堆作家都在一块 要怎么办呢 就互相恭维 挖坑 我让他说过 刘振云最会挖坑 挖王朔的坑 王老师 小说写得 非常的不错 王老师说不行 写不好 写不好 过去了 每天吃中饭 因为吃饭都在 那时候做笔会 都在食堂里吃 那时候食堂也没说 像现在都是摆上席 就是一人一份端在一起 第二天 同样的话 还说 说王老师 确实我觉得 你小说写得好 王老师说真的写得不好 第三天 还是这样的话 王老师 我是真信的话 你的小说写得是真好 刘老师还有一个绝招 他先说 小刘觉得你写得真好 这也太虚伟了 他后来写了 把自己名字说出来 然后 然后 王硕第三天就说 我是觉得我小说写得不错 都我在桌子上呢 刘正寅就当场就把脸翻过来 对我说 说一般人最多就扛住三天 王硕就扛住第三天 对吧 让人恭维的 我可能也吹牛啊 我老觉得别人要是夸我啊 我还臊 这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乡土的自卑感 就是 比如说咱们要一起吃饭 别人要提到说 哎 我经常看这个节目 我好像本能的喜欢把话岔开 但是有些人很享受 怎么我好像觉得就是 觉得很不好意思 受不起 那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也不太愿意谈自个儿节目 你说好容易在一块 你谈我 因为咱们知道 这节目里有各种问题 你心里很清楚 哪次谈话好 哪次不好 人家跟你说这个 其实这属于专业问题 这还不属于拍马皮 这属于一个话题 没有 要不然我跟你斗文桃 我好像人家坐在一块 我怎么说 我平时隔那屏幕看见的 哎呀 我得一个什么什么话题 是吧 就千万别错了 你这说不错 为什么呢 你的节目比较独特 你这个人呢 这个也独特 所以说不错 有的演员是说错的 说了半天最后 说的是另外一演员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碰女演员 有时候女演员说 妈妈说你还记得我的吗 我说记得 说你真记得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 因为女演员特别不容易分辨 你要一瞎说 肯定就错了 吴大为在上海不是开酒吧吗 然后也是有一小女孩 他一进那个酒吧门 小女孩 他就上去 吴梦达 对对 这经常呢 所以对演员来说 你不是真熟的时候 尽量就说呀不错 就别说直呼其名 也别跟他谈作品 非常容易出错 我一拍到马 黄宝自个儿就讲嘛 人家说 我说了半天最后 你给我签个名吧 他中间可能在话题转换中 认为他是王宝强 他被迫就签人王宝强 这个 这个 这是真事 就是柴静在机场被拦住了 然后说 陆毅老师我太喜欢 然后 陈老师给人签了个鹿鱼 我有一次跟那个 就在飞机上正好 跟江坤老师 正好坐 我们俩群友员 坐一块 聊了一路 结果还都后来看了一个人 先跟我打招呼 这倒没认错 杜老师 我今天看你那签人行 马季老师 你也来了 江坤很幽默 马季老师经常坐飞机的 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 这个故事 我可能跟徐老师讲过 但是 这个很值得 这个一勇 一勇三叹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山东 假定是山东吧 其实可能就是山东 山东某个 某个城市 我那时候在北京 然后有一天 我来一个朋友 就是说 山东有个老板 也就是个 二十多岁 要结婚 想请你主持 你别说 我这个我也挺能装的 这个婚礼 我是不主持的 但是你知道 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就有人 你像那个温州老板 就说 都让你给我主持这个婚礼 两百万 出到七位数字 你知道吗 七位数字 我 百万以上 就我为了这个面子 两百万差不多 别再说了 我每听到一次 我心里就伤一次 就很多年前 我的朋友 就是说他呀 结婚 就想找你啊 就是去主持 说呢 这个 你要多少钱都行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公开的传播 这些 还没这件什么 微信手机这些 我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去 但是呢 因为他托我这个朋友帮忙 比如托徐老师帮忙 我就给徐老师面子 我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 我发现事就多了 他说 但是呢 他说你答应的太好了 他高兴坏了 他现在就飞过来 飞到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要飞到北京呢 我到时候 我去不就完了吗 他说不是不是 他要当面见见你 好 于是 新郎官 新郎官 他一定要当面见见我 于是我就觉得挺逗的 我在酒店房间里 这哥们来了 小伙子挺精神的 他说涛哥 是这样 这个 我这个婚礼呢 我是就说 咱这个 这个钱都无所谓 他说 但是呢 你得给我一个面子 我说我给你什么面子 他说呀 我呀 就是跟我们那儿的 这个人呢 全讲的是啊 你可不是为了钱来的 咱俩是哥们 就是我跟他们说的 就是啊 咱俩是哥们 听说我结婚呢 拦都拦不住 你非要来不可 就你 你啊 就是说你千万别说 是拿钱请来的 这样我就有面子 对吧 这个面子值六位数 七位数 那个时候还没这回 但是他就说 他说但是呢 那帮人呢 肯定不相信 他们都嫉妒死我了 他们到那酒桌上 肯定会问你 所以我要专门飞过来 跟你对好了口供 比如说 你对我有一些 基本的了解 我告诉你啊 我是在哪儿上的小学 哪儿上的中学 最后我记得 我们俩在酒店房间 去研究一个问题 他说对呀 咱们俩怎么认识的呢 都说怎么说呢 说好 行行行 我都记住了 然后哥们就飞走了 然后那天 我就去了 从我一到 你知道吗 我一天 他亲自来接我 接我的路上啊 拿着几个布画机啊 好就说 从哪条街到哪条街 这个咱们怎么怎么 怎么 什么有没有挂红筹子 有没有 每辆车上都挂了 然后啊 从另一个城市来的 从另一个城市来的 那个那个什么 跑车车队啊 正在高速公路上 还有多长时间 就要到达婚礼现场 这只 他指挥几个 这种豪华车的车队 可是他新郎官 自己指挥吗 他自己指挥 有一个人 哎呦 婚礼 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 全来了 也的确真是像他 你知道有些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中小城市里的人呢 他确实会不信 就确实周围人都给我打听 是吗 你真跟他是 哥们 哥们吗 是吗 哎呀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还真有人问 然后呢 这婚礼办的就是 很成功 太盛大了 就是他那个整个城市 可以说 我认为那天 是坊间流传的独家新闻 头条新闻 所有你可以想见几条街都 他就婚礼车队啊 然后呢 晚上就婚礼办完了 他大家去喝酒 他喝大了呢 也就跟我真有了交情了 管我叫哥 是吧 最后就喝大了 最后啊 喝喝喝喝喝喝 喝醉了 咕咚给我跪下了 说哥我跟你说实话 啊 这舌头都硬 我跟你说说说实话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帮我这个忙 给我这么大面子 我今天我们家 在我们这个城市 算是扬名立外了 他说哥 我跟你讲实话 我这个婚是假的 他这个婚礼是假的 为什么 我说我怎么是假的呢 我说那为什么 他接给谁看呢 他 他说我 我我的女朋友 他说我女朋友在国外留学 我们这么年轻 我们根本没想结婚 他说我跟你说 我这个婚礼 就是办给我父母的 那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家 从小在这个城市里 是赤贫 就是最穷的 他说从小邻居啊 就欺负我们 欺负我们兄弟几个 就是欺负我 我父母就是老实哥的 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穷 从小周围人瞧不起我们 欺负我们 他说我现在做生意 我现在有钱了 我纯粹就是父母啊 我就要让父母有面子 让他们看看 我们家今天所有 他说当年我们的邻居 那些打过我的 瞧不起我的 我全请他坐在首席 坐在我父母身边 让他看看 我现在有这样的大主持人啊 是我的这朋友 然后这个这个 来给我义务的主持 我的这个婚礼 哎呦 我我我我当时给听的 我还有点心酸 这户面子是弱者 就听下来 给人面子是真的是强者 道理很简单吧 恩格斯说嘛 你的人的性格 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你要是认识巴菲特 你要是认识李嘉诚 比方他跟李嘉诚坐过一下 这个马家会就不同了 对不对 这个马家会就不同的马家会 所以我们平常 我这常常警惕自己 但是看别人 这说明面子这种货币呢 还可以借贷 对吧 我可以借 哎 认识文道吗 那是我哥们 不是不是借贷 那个是银行存款 那个是在银行存款 等于是先先兑现这样 我谁谁谁 而且要 而且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 说啊 谁谁谁给我打了个电话 什么 要我到长城去铺大理事 对不对啊 诸如此类 就是说 其实想明白了 就是你说的 人为了自己的自尊 越是低下的人 越要维护自己的自尊 除了钱 除了礼物之外 认识名人 包括人家请你 多文涛 去主持婚礼 都是这个 你一个名人 进入他的社交圈 旁边的人 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其实你说 他的朋友当中 会不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都知道 但是自己 我们包括 我常常有时候在想 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呢 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时候 我们写文章 赢很多有名的人 是不是也在忽加忽畏呢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个前现代的 单单的这个问题 义军这个心灵很强大 但是义军特别爱帮人忙 我老是说 义军 有的时候我就 人帮忙好朋友 他呢 特别有服务精神 谁找他 问他个什么 他都特当回事 帮人扎扎扎扎扎扎 本来可能自己的事 也不知道给弄哪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说 你也抓不着重点 你有没有这种 有的时候被周围的家人 朋友 包括我在那 工具化的情节 就是你 但是我现在 大师在 不是大师在这 老师在这 我可以分析了 他们说 就是人际关系当中 有些这样的人 他甚至以当工具为乐 他们就说 分析这种人 是心理是怎么达成的 后来就是说 有的心理分析师就说 说这样的人啊 有一种从小啊 自我物化的倾向 或者说 习惯于不尊重自己的情绪 习惯于 不问自己的 这不是住人为乐吗 我觉得住人为乐 跟物化自己 是两个事吧 你帮人家 自己感到快乐 你现在把它解释成 这个 以当工具为快乐 这两者 有区别吗 其实 我们很少会 我自己啊 很少会把这些事情 用一个 病理化的方式来解释 自我物化什么 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从那个 正常的角度来看呢 就是每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发展的那个需求的水平 其实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毕竟过去的很多年 其实很多 就是特别是在旧社会 大家吃不饱饭 是有这个温饱方面的 这个需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的那个 刚刚说集体无意识嘛 他就是对于那个生存 是有强烈的恐惧 所以对他来讲 就是他也不觉得 自己是在助人为乐 他就单纯觉得说 你给我提了要求 老板提的要求 或者朋友提的要求 我只要答应了 也许将来我就能多条路 或者我这个饭碗 我就能端得牢 他是可能是从这个 很初级的这个 生理需求考虑的 那也有的人 他可能是从一个 情感的需求 他会认为说 别人喜欢我是因为 我对他们有用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么我就 他也不觉得 自己是在把自己贱卖了 他觉得说 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做了 别人会喜欢我 我就可以去获得这些关系 所以我们去看一个人 他愿意去满足 别人要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去问 他最后换到的是什么 那个东西可能 在另外一个人看来 说这东西不值钱呀 可是对当事人 对那个人来讲 那也许就是他要的 让别人喜欢我 对他来讲 是最高的价值 有可能在那个阶段 就是他最高的价值 我们整体社会 在年轻人的培养过程中 他的过程是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那么一般读完大学下来 读完大学下来 基本上我觉得 绝大露出整体的感觉 是敏感的 都是敏感的 是 他要培养社会的 你在社会上混 敏感不重要 顿感重要 日本有本书叫 顿感力 顿感力 就是所谓顿感力 就是领导批评你一句 其实有时候 真的是为你好 有的人批评一句 就要你寻死觅活的 那肯定不行 就是你不要那么敏感 其实有时候 你比如说 你在哪 你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 没做到位 然后你的直系领导 可能瞥着你一眼 其实他 他瞥你的眼 他真没瞥你 他可能是想别的事 但是你就可能为他 瞥着你这一眼 这一天就心心不宁 就过于敏感 我觉得判断事物的时候 你比如你判断一个 具体事物的时候 敏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你在判断 人际关系上的时候 不要那么过于敏感 人家其实有时候 没怎么你 但是是你自我觉得 然后引发连锁反应 那顿感一点呢 那我觉得就朋友之间 说错一句话 没什么事 你开玩笑过去了 领导之间批评一句 把具体的事记下来就可以 但是不必要 飞往心里去 觉得我以后 是不是上升 就无通道了 领导永远看不上我了 不是这样的 人在世界上得生活 八小时以内 是为了八小时以外 尤其这样 你还要当好这个螺丝钉 你才能够给八小时以外 提供资源 对吧 你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了 他们 就给你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个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道理 所以关键是界限 那么于是你看我发生过这个 这个愤而辞职的现象 那就是在我什么时候 就是说一个星期工作三天三夜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限度过了 就是鲁迅讲的第一条 太苦太累了 对呀 它就一个限度 没有时间吃草 对 所以你只要还保持一个限度 好像就可以自我安慰 可以自我安慰 甚至于产生了什么呢 就是说 别人拿你当工具 也说明你还有价值啊 对 所以从您这儿真的是能了解 你觉得最有效的安慰是什么 最有效的安慰 我一般会跟他们说 对就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其实真正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事啊 反倒是能接受的 我觉得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不接受 因为我们过去 就是可能还是习惯说 一个人得有自己的作品 就是自己 就是我这个人 我得在这上边 但是反倒是现在20岁的人 他觉得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作品 就我成为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 我就是做那一小部分 其实他们是已经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边 而生长出来 他们其实已经能接受了 所以一般像我这样的同龄人 我就告诉他们是这样 以后会越来越这样 那他们觉得自己活着的这个意思在哪呢 乐趣在哪呢 找呗 吃呗 喝茶 找朋友聊天 就到处找找 看看哪是乐趣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 就是很完整的有一个体系 说我就是在一个大的系统里边 我就是 我就是我 就是那个完整的那个东西已经没了 就是驱昧就在于你 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个时候了 所以你只能是说 我接受现在跟过去相比 红东西已经不再 不再是那样了 像徐老师说 他还能有一个第一的这个 一个伦理系统里边 在这里边他觉得是幸福的 是完整的 那甚至有的人他可能觉得 这个都不存在了 他回到家 他说我都不想回家 我在那个车库里边 在车里边 我坐一个小时 坐两个小时 我等家人都睡了 我再回去 因为我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 也有 现在也有这样的 那就只能继续去找 最后找到了你了 对 然后找到你 跟你聊了一小时 痛哭流涕 觉得很轻松 正高兴的时候 你这我也到点了 我不能一直当你的工具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